有題目說 alpha beta 是它的兩個根 那就像我剛才講的 說這個 alpha 可能是誰的根 你知道嗎 是 x 嗎 是 x 還是 log x 嗎 x 喔 不是 log x 喔 聽懂嗎 注意到是 log 跟 alpha 才是答案 不是說 log 跟 x 等於 alpha 這不一樣兩件事情 他講的 alpha 指的是 x 的部分代 alpha 不是他 不是他等於 alpha 所以你小心一點 好 那時候我們怎麼解的 我們看一下 方向 lean 我們 lean log x 等於 a 所以結果變成什麼東西 變成 a 平方-2 a 減 這好像其實不需要用吧 我想一下 如果 0 等於 0 的話 我看一下可不可以用 好 可以啦 去給他吧 對不對 好 那下面呢 下面怎麼辦 因為提睦莎問的是 alba 乘 beta對不對 可是問題是這個 a 指的是誰 指的是 log x 吧 不錯啦 所以我們看一下喔 我們要找的地方呢 反而是 我看一下怎麼寫會比較好 這樣子好了 這樣子好了 這樣寫會比較好一點 就變成了 a 減掉 log alpha 乘上 a 減掉 log beta 等於 0 因為既然 alpha beta 是他的兩個根的話 代表他的方程是應該長這個樣子 為什麼可以這樣寫 你知道嗎 因為 a 就是 log x 嗎 有看到嗎 a 就是 log x 那我問你有 log x 減掉 log alpha 等於 0 的話 那 x 你就給 alpha 嗎 看懂了喔 好 所以接下來怎麼辦 把它乘開 這個乘開也不難 乘開結果是變成了 a 減掉 log alpha 加 log beta 加上 log alpha 乘 log beta 等於 0 那我要是誰 因為我要是找至少 alpha 乘 beta 嗎 這裡面不是我要的喔 這是 log alpha 乘 log beta 我要是中間這個 看懂嗎 把它乘整理一下變成了 a 減掉 log 的 alpha 乘 beta 啊 減掉了 a 乘上 a 加上 log alpha 乘 log beta 等於 0 然後這個是 這個方程是裡面啊 這個 我的解裡面有沒有有乘開的結果 那這個呢 跟他其實應該是一模一樣的吧 所以這裡 a 平方對上 a 平方 這個負 1 期待這個地方有沒有 相乘等於負 1 有看到嗎 所以我知道這個 負的 log alpha 乘 beta 2 會等於負 2 才對 所以我知道負 2 會等於負的 log 的 alpha 乘 beta 然後負號 負號 下降 所以我知道 log alpha 乘 beta 乘 beta 等於 2 這樣會不會 那這裡不是 10 嗎 所以把這個移過去 所以 alpha 乘 beta 乘 beta 等於 4 10 移過去變成 10 的 2 次方 答案就是 100 所以答案是 100 這樣子會啦 那是這樣 好 這這裡看一下 好 這 你看一下